在挥别2017年欢喜迎接2018年到来的头时 来看新装昌龙国小特别邀请到辅大音乐社团的大哥哥 还有大姐姐们到学校进行表演 消防说主要的目的只是希望让学童提前感受到跨年的气氛 昌龙国小室内活动中心自从开放以来 已经陆续在校内办理多场活动 而近期最热闹的莫过于是邀请辅大音乐 结束不止让小朋友开心听到好歌 大专院校同学有展现的舞台 因为我们活动中心刚刚才落成 然后又刚好快接近跨年了 所以我们和元和校长就筹划了这次的活动 那我们校长会就全力的赞助 然后也邀请了我们附近的大专院校 阿丽我们最近就是辅大 为了迎接2018这个新年的到来 那特别要谢谢我们家长会王文贤会长 资套腰包支付所有的演出费 那演出的孩子是辅仁大学的民谣吉他社 摇滚音乐社还有乌克利利社 那特别要是要感谢王文贤会长的 真的对我们学校帮助很大 这场活动定调为跨年演唱会 也让还无法前往演唱会现场的小朋友 提前感受应有的气氛 昌龙国小应该是第一次办这样的 类似的演唱会 可是呢在我们也要不要 不能过于太商业化 所以我们就邀请辅仁大学的相关的 音乐社团来做演出 那跟孩子做互动 那效果非常好 小朋友的感觉呢现场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嗨 就是完全一个跨年的感觉 就是想象 就是可以想象说 如果自己在演唱会里面原来是这样子 宋总2017迎来2018学校 希望同学好好享受这场活动 所带来的喜悦和感动 并在为自己充好电后 迎接更多的挑战 记者新装采访报道